我们都知道 大清一共存在276年 传十二帝 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清朝的皇帝呀 死得好像都不怎么正常 开国皇帝努尔哈赤 据传呢 是被原虫换的大炮给轰死的 太宗皇太极呢 传言是被多尔滚与孝庄合谋害死的 顺治帝死于天花 光绪帝被慈禧毒死 最扯的是嘉庆和同志 一个传言呢 死于雷坯 一个被传言死于花柳病 众说纷纭 是难辨真假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雍正之死 1735年农历8月23日 毫无生病征兆的雍正皇帝 在袁明园突然暴毙年仅58岁 大学士张廷玉说 雍正去世之时 惊骇一绝 由于雍正死得非常突然 且被认为死得惊骇一常 于是民间便出现了对雍正之死的各种猜测 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 为了报仇 潜入宫中刺杀雍正 并且还取下雍正首级 以至雍正下葬时身手易处 只能打造一颗黄金人头下葬 这吕四娘是谁呢 就是吕刘良的孙女 这吕刘良不愿意屈服于大清这个异族的统治 祝书立说 反清复明 最后被雍正发现 即使已经死了五十年了 却依然被绝坟鞭尸 割下头颅 悬挂城门之中 吕刘良的后人呢 也被雍正赶尽杀绝 男人全部处死 女人全部贬为奴隶 而这吕四娘呢 就跟所有桥段一样 因为跟着自己的奶妈 回到了安徽老家 而幸免于难 此时的他虽然才十三岁 但他性格刚烈 知道自己全家被杀 悲愤不已 当即咬破自己的手指 写下 不杀雍正 死不明目 八个大字 为了替全家报仇 吕四娘北上进城 拜高僧甘凤池为师 潜心学习 飞檐走壁 以及刀剑技艺 此外 他通过乔装打扮 有意结交 宫中宫女籍太监 通过各种渠道 打听雍正的消息 这一日 吕四娘从一个太监口中得知 雍正连日来忙于政务 心烦体罚 今日畅游圆明元后 将夜宿于此 吕四娘觉得 刺杀雍正的机会来了 这圆明元 我们都知道 他是大清的一个皇家园林 守备和防卫 相比于皇城故宫来说 虽然没有那么森严 但是想要接近雍正也并非一事 潜入圆明元的吕四娘 只能耐心等待机会 也许是老天开眼 潜伏在圆明元的吕四娘 听到太监传职 宣一个叫惠仙的秀女为 雍正师寝 这种机会 吕四娘怎会放过 于是他趁惠仙接纸后 梳妆打扮之时 潜入惠仙房内使用点穴之术 将惠仙点穴之后藏于床下 自己则假扮惠仙 娶为雍正师寝 正当雍正准备临姓 吕四娘假扮的惠仙时 吕四娘一个翻身 一只手扣住雍正喉咙 另一只手从腰间拔出佩剑 抵住雍正胸口 低声喝道 我乃吕留良之孙 吕四娘今夜特来 娶你人头 以祭我全家老小在天之灵 此时的雍正所料不及 又受制于人 一身武功也无法施展 为待他出生 吕四娘是手起刀落 一箭刺杀雍正 并割下雍正头颅 提及而去 得到消息的大学士张廷玉 看到如此惨壮 惊骇异常 于是赶紧命人寻找雍正头颅 可是找遍整个圆明园 也没找到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在雍正下葬之时 命人打造黄金头颅一颗 催雍正安葬于太陵地宫 讲到这里啊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 这故事说的 好像你就在现场 看着吕四娘 是如何刺杀雍正李一样 其实啊 这个故事呢 还真不是我凭空杜撰的 而是出自一本叫做 《清宫十三朝》的书 需要说明的是 这本书记载的并不是正史 所以与吕四娘刺杀雍正 并割下雍正的头颅 站在拦截历史的角度啊 可信度并不是很高 那么雍正到底是为什么 就突然去世了呢 我们来看看正史的记载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记载 8月20日 雍正召见宁古塔地方官员 8月21日 雍正召常理证 22日二更时分 雍正突发身体不适 只23日子时 龙玉上兵 突然暴毙而亡 大学士张平玉 也在《自定言谱》中记载 雍正死之前 没有任何征兆 等他入宫之时 雍正已处于弥留之际 且蹊跷流血 令他惊骇欲绝 从正史的记载来看 雍正死之前 没有任何征兆 那么他为什么会蹊跷流血 突然暴毙呢 结合历史 蓝姐认为 雍正很有可能啊 是中毒而亡 中的什么毒呢 很有可能是丹药之毒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雍正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皇帝 他势必公亲 勤政爱民 每日高强度的工作 让他的身体难以承受 再加上古代皇帝 都迷信丹药之术 都幻想着长生不老 江山永固 特别是在雍正八年 他生了一场大病以后 对丹药之术更加相信和依赖 有资料记载 笃信道教的雍正 曾经命人找来张太虚 王定前等道士 在宫中搭建丹炉炼药 炼好的丹药 雍正不仅自己吃 还赏赐给田文静 厄尔泰等大臣 所以根据雍正蹊跷流血的症状 我们推测 雍正应该是 单要中毒而死 另外还有一个佐证 雍正死后第三天 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 就下令将 元明元的所有道士 全部赶出宫去 历史纷纷 众说纷纭 宫廷之事 本就难以还原真实 特别是雍正之死 正是记载不清 也使杜撰渲染 终究啊 被演绎的事 越来越离奇 那么关于大清皇帝之死 各位还想听听 哪位皇帝的故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 我是蓝姐 下期见